大家是不是知道我們人的一到二十三對染色地 這個是有固定講哪一對就是哪一對 你們知道這個順序是怎麼排出來的 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就是一群科學家開會決定的 所以它排起來有一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由大而小 由對稱而不對稱 所以最大最對稱的就是第一對染色地 這樣了解然後就一直排下來 那我問你這個問題有一點tricky 有點壞心 想想看 最大最對稱的是第一對染色地 那麼請問最小最不對稱的是哪一對染色地 最小最不對稱的是哪一對染色地 那我剛剛以為好心的小小給你提示一下 其實就變成和你不敢講話是不是 這個回答起來有一點麻煩 因為應該是回答二十三嗎 我們不是一到二十三對 可是大家知道我們第二十三對染色地 其實是性染色地 對 所以x被放在最後 y被放在最後沒什麼怨言好講 它反正就小分都不得了 然後x的話其實還滿大的 要不要當作今天的作業 好 所以其實就變成是第二十二對染色地 最小最不對稱的是第二十二對染色地 那當然第二十三對染色地 我剛剛有沒有跟你說是今天的作業 回家查一下x染色地 如果它不是性染色地的話 那麼它應該是變號幾號 大家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它不會是一號 因為第一感染色地比較大 但是它也不可能是很後面的號碼 因為它其實不小 它其實不小 這是今天的作業 給大家想一想